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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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疾病发生的患患性的素质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和心理社会应激和情绪反应有关 这点体现得很明显 然后生物或躯体因素是某些新生疾病发病的基础 心理社会因素起的是班级的作用 但是它并不否认的是生理因素是起到一个基础的作用 生性疾病通常是发生在自主神经之内的系统和器官 然后新生疾病的话 它的综合治疗要比单纯运用生物学的治疗效果要好得多 这里有一种数据可以显示 新生疾病其实在我们人群中 它的发病率其实比较高的 因此说我们作为以后的临床医生来讲 我们对新生疾病这一块的话是不能忽视的 新生疾病的三种 我们现在来简单的看一下 现在医生模式已转变为生物心理和社会模式 那么生物心理社会三个要素 它们是互相影响高度统一的 那么虚体疾病是可以诱发心理的问题 那么心理的问题它造成适应不良 又导致了社会因素的障碍 社会功能障碍等社会因素 又可以反过来导致其他的心理问题 那么作为心理的问题 又是某些生物疾病的诱因 因此我们应该从生物心理社会三种出发 对身心疾病进行诊断治疗预防康复和护理 那么现在对身心疾病的病因和发病基础 主要有以下的三种学说 第一种学说就是心理动物学说 这种学说的话 它的主要观点就是 未解决的潜意识冲突是导致心生疾病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说 个体特异性的潜意识动力特征 它决定了心理冲突引起的特异性的心生疾病 比如说在每个人当中 它那个产生心生疾病它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适逐消除被压抑的矛盾情绪或避开危险 那会引起哮喘 第二种学说就是心理生理学说 那么这种学说 它的主要观点就是说 心理活动是可以影响生理过程的 当然这种学说并不否认遗传学等其他因素 对这个整个疾病的一些影响 那么心理它是如何影响生理过程的呢 它是主要通过心理神经中介途径 心理神经内生病途径 还有心理神经免疫学途径 三条途径 这三条途径是高度统一互相影响的 也就是说 不同的疾病是可能存在不同的心理生理中介机制 那么不同的生经疾病 它就与特定的心理社会因素有关 心理社会因素在不同遗传素质 个体中的导致的这个致病性是不一样的 第三种理论就是学习理论 也就是说某些社会环境的刺激 它会导致个体习得性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 那么因为每个人的个体素质 你当时处在了环境的差异 它的强化和算化 使得这种反应固定了下来 最终就会导致了身心疾病 也就是说学习理论它强调了某些身心疾病 是可以通过特定的学习获得的 以上的三种观点 它综合起来分析的话 就提出了身心疾病发生机会综合观言 出了四步 第一步就是心理社会的刺激物 产生大脑 就是心理的刺激 产生大脑评层 然后通过认知评价 人格特征 社会支持 并对类型和心理防御等中介制 然后进行信息处理和储存 然后形成一个冲向的概念 第二步就是 大脑评是联合区的信息加工 大脑评是联合区的信息传到边缘系统 然后进行情绪色彩的内浪活动 然后传到联络运动前区 之后传出了随意运动 第三步就是传出信息 触发了应激系统引起了生意反应 传出的应激信息 它促使了释放了 粗皮质释放激素 然后蓝斑去甲释放性素 以及植物神经系统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然后就会导致垂体肾上线皮质柔的变化 最后就会影响 自己曾经支配的组织 最后还会影响 神经内分泌免疫的变化 最后一步就是 新生起病的发生 因为人体能量的储存是有限的 一方面在强烈持久的心理社会 应激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个体的遗传因素的差异 最终导致了这些能量使用过度 能量浩劫 最后导致了心疯疾病的发生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上节课学习的应激过程的心理模式 应激源 它也就是所谓的生活事件 它分为正性生活事件和负性生活事件 然后在一系的中介过程的引导下 主要包括认知评价 应激方式 社会支持和人格 这四个方面 每个人所处的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他的认知评价不一样 应激方式不一样 所得到的社会支持不一样 他的人格特别不一样 那么最后所反映出来的应激反应 也是不一样的 这里的应激反应 一共有三种应激反应 分别为生理反应 心理反应和行为反应 这三条分别与心疯疾病的三轴 相对应最终将会影响 身心疾病的发生 生理反应是通过我们上述的 是通过上述的一起 比如说心理神经机制 心理神经内科技制和心理神经免疫机制 作用的 然后心理反应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 比如说抑郁 焦虑 愤怒 等等 行为反应也会产生 比如说 遗助 自怜 逃避 回避 等等 当这一系列的反应 最终 我们如果能够适应这些反应的话 那么它并不会影响 我们的身心健康 但是如果我们最终不能适应这些反应 那么最后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也就是新生疾病的发生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病例 这个患者 他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个性特点 他保守 意赖 顺情 意怒 情绪不稳定的 神经制的人格特征 这是一种疾病 依然的文革 这种人格的人 当遇到 那个 运气源的刺激时 较运相比 他会产生 更为强烈的运气反应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十个月前 他的配偶遭遇了车祸 去世 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重大的附近生活事件 这个患者 首先 由于他是一位49岁的男性患者 我们知道 中老年的男性患者 较传言相比 更容易出现抑郁的情况 然后他就出现了 入座困难 早醒 高兴不起来 就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 长自责 因为配偶的兴趣 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认为自己狗婆毫无异 然后并且出现了 食欲下降 消瘦等 虚拟性的改变 那么这一系列变化 都是一个很典型的 一个抑郁的 一个情绪反应 然后抑郁的情绪反应 还产生了一些 其他 比如说食欲下降 消瘦等 虚拟性的变化 那除了这些变化之外 我们还知道 应激在生理上 也是可以产生 一系列的反应 比如说 应激的话 它可以 促进那个 胶感神经 肾向腺肌 随之系统的激活 它会导致 糖代性的紊乱 另外 下胸脑腿体 肾向腺肌 平时激素 走在激活 那它会增强 糖人的益生 然后它会减少 细胞对 整个 葡萄糖的吸收 最后的话 它就会抵抗了 胰岛素的作用 另外在行为上 行为的反应上 该患者出现了一种 很典型的一种 无助的一种反应 这种反应 常常表现为 患者认为自己 无能为力 无所适从 然后天天由命 那么这种无助反应的出现 它是不利于 患者摆拨这种 你的应激的一种情境 那么它会加剧了 上运数情况下的 应激反应 那么使它的病情加弱 那么随着它的 那个 应激反应 它不能很好的适应 那么它就出现了 反可 多饮 多尿 体肤剧性下降 最终 它发展为 一个糖尿病的 这是一个诊断 然后 在讨论了这些疾病后 我们还 简单的讨论了一下 身心疾病诊断原则 因为刚才老师 已经讲述过了 那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 治疗原则的话 大家也就简单的看一下 通过以上的 我们对那个应激 在身心疾病中的 那个作用的讨论 所以说在身心疾病的 治疗 防治 和 那个 日常工作中 对我们 那个医务人员 也提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要求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 医务工作者 都应该关注 身心疾病的防治 因为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治疗 身心疾病的过程当中 应该 比较 药物和心理治疗 病重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 这个 身心疾病的 这个三轴的 这个要求 决定了 它不能 单单从生物学的 治疗上来解决 这个身心疾病的问题 第三点就是说 我们要及时正确的 识别 身心疾病 应该尽早的 预计治疗 而且药物要恰当 療程要充分 因为这个 身心疾病的 那个三轴的话 它的这个影响 是相互的 你那个 时间拖了越久的话 那么后续的一个 情况就越复杂 就越不利 因为整个疾病的治疗 第四点的话 就是整个心理治疗 需要个体化 因为每个人 它所产生的 这个应激反应 是不一样的 因此说 我们应该 极早地识别 它具体的一些 应激反应 然后对症的 应激治疗 以上就是我们 李经理想汇报的内容 谢谢大家 好的 我们看到 这个小组的同学呢 还是做了 比较精心的准备 但是呢 我们还是有一点遗憾 就是这个 科外的东西 少了一点 因为那个案例 都是我给你们的 是我原来治过的 一个病人 如果你们能够 像就是 其他的组同学 如果再纳入更多的 就是科本外的东西 那就更会精彩一些了 那么我们接着 刚才的内容讲 就是我们已经提到了 新生疾病的这个诊断 怎么样子去 发现它的这个问题 那么刚才的中组 我们看到也已经讲到了 我们之前讲的这些内容 具体的原则 我们就提一下 既然就是 它是一个新生疾病的话 那么治疗一定就要 双管其下 怎么双管呢 第一个呢 就是针对它的这个心 我们已经在这个 诊断的过程中进行了评估 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有焦虑的问题 有意义的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纳入一些 心理高预的目标 要给它积极地做一些 这个心理方面的支持 当然你要说是绝对的去消除 它的心理社会 刺激呢 可能还是有点困难 因为你不可能是把它这个环境 它变了 比如说它就天天处于这个争吵的家庭中 你说要么不在这个家庭中生活了 离开 显然不太现实 你能够做的就是给它一个指标 就是从这个 你的这个层面 心理医生这个层面 给它一些支持 还有就是说消除病例 那个也不可能 如果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 它的配偶在车祸中去世了 你作为一个医生 你说要从病例证明来解决 我给它找个对象 那也不可能 这根本不现实 所以你能够做的就是 尽量的减少环境 再一次对它的打击 你可以教它呢 如果有可能的话 把家里的家具换一换 把家里的装饰换一换 或者是呢 你可以换一套房子 就是如果你有这个实力的话 这样呢 尽量的减少那个刺激呢 带给你们一些心理上的损害 那我们作为医生能够做的呢 就是下面这个消除生物学的症状 就是一个纯内科学的治疗 但是当然呢 我们除了这个纯内科学的治疗 我们还是需要结合一些 放生的治疗和康复的训练 这个将来你们去精神和实施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我们每天下午 每个病房都要做集体的松拾 就是这一些明显的焦虑意义的患者 我们会把它喊到这个大厅里面 我们专利有个独立的空间 在放者吃音乐的情况下 要教他们怎么样子去做松拾 当然呢 我们刚才说心生停滞 是一个双管齐下的目标 但是我们还是有原则 如果这个病像哮喘 这个病虽然那是有心理因素 密切相关的 但是如果它发作的很具体 来的时候这个哮喘 哮明明就特别的厉害 就这个呼气吸气的出问题的话 你首先就要解决它的急性的症状 这个是个心理治疗加入进去 这个人不听你的 一定是要在它的急性症状缓解了之后 你再确认这个心理治疗比较适宜 当然如果是慢性的疾病 像这个糖尿病呢 慢性的溃疡啊 或者准备的这些病呢 你就要随时随地的 给它切入这个心理治疗 预防 就是在你身边 如果有这样类似的人的话 你就要想到 他将来有可能发展成新生疾病 所以我们要及早地对他一些心理治疗 心理主导 比如说一个心理素质 这种A型的 或者说这种C型的 我们可以患 新生疾病的患者 要尽早地进行一些干预 还有就是应对方是有问题的 我们说有些人 他的人格比较健全 但是应对方是有问题 他遇到的事情 在外面受了气 他就跑到酒馆里面去使用喝酒 或者是大了大了的抽烟 那么这些都是不良的应对方式 或者有些女性们就一生气了 或者是今天考试考杂了 怎么觉得都对不起前段时间的学习 就跑到外面去买了一大堆的零食 到寝室里边哭边吃 这种情况也是这种不好的应对方式 这个都需要早期进行矫正的 还有就是 无论他们生活的环境 我们说存在明显的应激源 比如说银行的职工 你看他们每年都会 邀请我们科的专家 去给他们做这个放松的训练 那么我都去跟他们建访 做个三次 就是专门这个 讲这个情绪的管理和压力的应对 因为这个可以减轻他们 职工的这种压力 那么减少新生疾病的发生 还有就是如果出现了情绪 危机的正常 我们也需要马上进行疏导 去年我们有个护士 刚刚拿到这个驾照不久 很兴奋地买了一辆车子 才开了可能没到十公里吧 就把一个老人就撞死了 结果跟当时他就吓懵了 他吓到了之后呢 第一个反应就是 他认识我们科的一个护士长 叫我们科的护士长 你赶紧拍个心理专家 我已经要崩溃了 所以第一时间呢 对于他这种属于情绪 危机状况的人 马上要进行心理的干预 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 有这种家族倾向 你家里如果有人患高血压 或者是你现在已经 有了血压偏高的现象 那么就更是要加强 这个心理的调适 避免这个情绪的激动 那经常处于这种平和的心态中 也是能够预防新生疾病的发作的 那么分类的这个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神圣七种病里面 已经起到了 像消财系统的 心血管系统的 呼吸的 皮肤的 内分泌 神经系统 还有密尿生殖系统 有一种病 可能女性比较常见的 就是金钱器的紧张综合症 这个很常见 尤其是那种 刚刚来月经的女孩 她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甚至在这种情况下 她会引起明显的痛经 痛经的话 到了中国 她整个心理状况特别紧张 一到那个快要来 历价的日子 她就不敢去上课 因为她就紧张得不得了 还有呢 就是内风湿 还有就是癫痫 口签炎等等 那么这些 我们都是按照 气候系统里面 进行分类的 发病的机制 刚才同学已经讲了 其实这个心理动力源的机制 就是跟我们上节课 讲到的这个 应激的心理的理论 是密切联系的 这个动力的学说 就是源于佛罗伊德的动力 就是你没有解决好的 这种冲突 就是说在 把它放在前世的这种冲突 最终它就有一个释放的目标 这个目标呢 就是在你躯体疾病上表现出来 所以好多心生疾病 你可以找得到 找得到它一个潜在的冲突 那么通过这个冲突呢 你可以切记你的心理治疗 还有就是哮喘 那么我们说这个哮喘 它本身呢 如果不是严正凝齿的话 它很多都跟心理社会因素相关的 所以我们说 在那种分离障碍的患者 就是那种小孩 他不愿意跟家里人分开 但是又不得不分开的这种 分离性焦虑障碍的这种患者 他往往容易出现这个哮喘 所以这个哮喘呢 就称为被压抑的哭喊 还有当然这个学习理论 这个上节课我们说过了 就是通过一个条件反射 不断的强化 最后呢 这个反应就被固化下来了 比如说一个小孩的哮喘 他第一次呢 是因为刚刚生幼儿园 第一次跟母亲分开 那分开之后呢 他就哭 使着哭 使着哭 结果哭的 出现了这种过度唤气 那么这种过度唤气 进行引发了这个哮喘 但是你说 他的这个问题呢 肯定还是有心理因素 就是因为他紧张 害怕 担心 他不愿意跟母亲分开 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呢 导致他出现了一个唤气的障碍 产生了这个哮喘 结果老师一看到他出现的哮喘 吓坏了 赶紧给家长打电话 然后家长就 赶紧跑过来 把他往医院送 那么到了医院之后呢 家长呢 也非常的 非常的疼爱有加 然后就告诉他说 真的生病了 还有个宝宝 今天就不去上学了 这样子 这个话一说 再加上做了一下这个误化 这个小孩的笑场 很快就缓解了 结果多次这种学习 你看每次只要一说到上学 这孩子就开始hold了 自己就开始 自我的诱发这种hold 如果在家里就开始出现了 那个妈妈就说 那今天就只有不去上课了 你就在家里休息 好 这样子 经过这样一个强化 反复的强化 这个过程呢 就作为一个习惯性的行为 被保持下来了 只要这个小孩子不想去上学 他必定就有哮喘的发作 所以他不想上学 这个作为一种 赋性的情绪 就会诱发他的这个哮喘 这样一个病理生理的过程 所以最后呢 这个哮喘就成为一个新生疾病 我们看到 福尔院那个 王老师的那个哮喘门诊 他说有一大部分的小孩子 并不是真正的 就是那种炎症诱发的 就是比如说你也打了猫过嘛 感冒会会得知气管炎 那么炎症 他就会诱发气管 出现一个这个hold的这种声音 就是这是正常的 但是大部分的小孩子不是 他没有感冒 没有这个任何感染的因素 但是他就会突然hold 所以你看到这个家长呢 跟小孩子都乐呵呵的背着一个小罐子 将来你们就会看到 那个叫做舒立笛的那个小罐子 就是一种激素 它是喷了之后 就可以缓解气道的经浪 他们乐呵呵的背着 就觉得他有这么一个罐子 其实这个小孩子 他也知道 他内心和潜属的 不想做的这个事情 只有家里能让他去做的话 他的哮喘必定会发作 然后家长呢 就像拿出来一个保护式的 把那个舒立笛拿出来扑扑扑 跟他拼两下哈 然后很快的这个笑喘就缓解了 所以你看到那个那个 那个舒立笛的那个小盒子 这Floin那个只有那么好了 一盒好像两百多块钱 用不了几次的 然后很多孩子也因为这个被过度的诊断 我们看到好几个我认识的孩子 就说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笑喘 但是就是因为他哭嘛 哭得过度喚气了 然后送到这个Floin去 医生就好笑喘 马上开舒立笛 结果这个孩子就 因为这个舒立笛 这个盒子一背上了 几乎不能扔 因为一扔了的话 你不用的话 哪一天笑喘发作 其他的药就控制不住了 所以他那个激素 他都有一定的依赖性 就必须要经常喷 所以我们看到好多都是被过度诊断的 这样的孩子 现在我们来看几种内科常见的新生疾病 第一个就是心血管的疾病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打麻将过度高性的 那个高血压的急性发作 血压突然升高 第二种就是这个生气了 冠性病的急性发作 都是属于这个内科的新生疾病 那么他往往呢 跟以下疾病有关 第一个就是愤怒与敌意 生气了 这个时候呢 在原有的冠状动脉 重量硬化的基础上呢 我们很快的就会 发作这个心肌的这个绞痛 心脚痛和这个心肌的梗塞 还有就是长期处于 慢性的心理应激状态呢 没有很好的一个释放的过程 我们说他就会出现一个 沉默性的心肌缺血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小伙子 就是他的这个心肌缺血呢 在心电图上是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如果这个心理因素不断的在强化 这个患者的持续越来越紧张的话 这个所谓的沉默中 它就会有爆发 这个沉默的心肌缺血 它会爆发出一个真正的心肌缺血 然后影响到心脏的交感行情 会导致他的这个剧烈的疼痛 心理憔悴 这个大家能够理解 社会有关因素 生气啊 或者是正性的过度的这些应激啊 还有就是缺乏社会支持等等 这些都可以作为心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些心理社会因素 那么冠心病呢 我们说一下 这里要专门提到 有个研究者呢 发现 某一类性格 叫做A型行为的 它非常容易发生冠心病 这种呢 当然 一个是它有常见的 应激原就是夫妻关系的问题啊 还有社会文化的问题啊 等等 但是我们总的来说 A型行为是冠心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经过检测 你是A型行为的话 你一定要学会在生活中 好好地调解自己 下面呢 我们有25道奇 和大家来做一做 这是一个简单的心理测试 你不要去做过多的思考 你选择了 马上就下笔写个试 最后来统计一下呢 你总共选了多少个试 这个问题就是要以第一印象为准 它就是一个心理测试器 大家看完了没有啊 看完了 我们再往下翻 这个也看完了啊 不要商量自己的第一印象 是完美了 是完美了 这个大家选完没有 完了没有啊 最后的几个大家再选一选 然后选完那个同学呢就统计一下 你们选择了多少个是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选择的这个答案如果是有大于等于 十二个是的同学呢 请举一下手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边四个 五个 这没有了 后面还有一个六个 那么你们班上总共六个 班上总共是多少人呢 是不是好多人没有来哦 我们看下只有六个人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测试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一个A型性格特征的 问卷 如果你的答案呢 大于等于十二个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A型性格 所以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潜质的话 就要记住 要试着去改变你的习惯 要泛满生活的节奏 你看看 在一九八一年的话 这个A型性格就被列为了 病患心脏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 A型也好 B型也好 C型也好 它都没有好坏之分的 只是说对你的工作效率是有影响的 其实呢 呃 老板是最喜欢A型性格的人 所以将来你们如果进到一个单位的话 测出来是A型性格的 老板肯定会很喜欢你 因为你做事情呢 速度非常快 接到的任务很快就会完成 风风火火的 唯一不好呢 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好 你患心生疾病 下面我们看一下消化性溃疡 那么这个消化性的溃疡呢 它更多的呢 是有很多神经质的这种人格特征 就是不稳定 不稳定的这种人格特征 另外就是他也面对了很多的生活事件 职业和环境的压力呢 也比较大 并且呢 这个还有一定的遗传的素质 就是家里的人 如果有这样类似的人格特征的话 可能他也是这样的人格特征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精神高度紧张 压力过大的话 会导致这个胃月的分离过多 会导致出现一个胃的自身的消化 这个就是导致这个溃疡的形成 当然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睡酒啊 不规律的饮食啊 暴饮暴食啊 都可能诱发溃疡病 下面一个呢就是支气管的哮喘 我们来看一看 刚才我们说哮喘呢 是一种被压抑的哭喊 那么我们看到小孩子的这种分离性的焦虑呢 就特别的突出 他可以自我暗示来诱发这种哮喘 从而呢就有一个激发性的后裔 就是他可以不去做那个事情 比如说他不想善于耳元 那么他就可以通过哮喘发咒呢 回避善于耳元 或者说他今天要想得到一个不亡了 家里没有给他买 结果他通过哮喘发咒呢得到了 所以这种不断的强化 这个哮喘的发咒呢会越来越频繁 那么这一类人他们的能格特征呢 也是一种不稳定的 还是神经质 另外就是自我为中心 还有就是非常消极 欲求水平很高 就是他的要求非常多 他希望别人要满足他的愿望 他希望别人要听他的 这种自我中心 而且呢他对这个疾病本身呢 他是有一种回避的倾向 因为他通过这个疾病的发咒 他有获益的嘛 他得到好处 所以他当然是愿意多次的发咒 因为这个发咒起来也没什么危险 但是家里也很紧张 所以他的病情呢 往往反复的发咒 我们看到分离的体验和创生的体验 这是往往非常常见的几种 这个生理社会因素 对这个哮喘的发咒来讲 还有就是他有可能有家族史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新生疾病 消化性的溃痒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跟他的性格特征有关 情绪障碍 还有不良的饮食习惯 以及职业的环境呢都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痰尿病 痰尿病 他在内科学生的病例呢 是由于胰岛素的绝对不足 或者是相对缺乏所导致的 那么我们上节课学到应激的生理的过程 大家知道哈 有一个内科密的轴 经过了这个应激 经过中枢神经系统传递 到达了这个靶线轴之后呢 它就会引起尼导素的释放减少 它在短暂时间内的减少 这个呢就可能会诱发一个痰尿病 像我们做的那个动物实验 那个树渠 它都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呢 被做成一个实验性痰尿病的模型 那么如果你也长期处在这个应激的状况下 胰岛素的释放呢 逐渐的减少 那么你也可能患上 这个痰尿病的这种新生疾病 那么在痰尿病中呢 大多数的患者呢 都会有抑郁情绪 我们说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 但是呢 主要分到三种情况 痰尿病呢 因为大家还没学 等到你学了之后 你才会发现得到这个病是有多么的痛苦 胰岛素缺乏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些患者 他吃了淀粉类的东西 或者说可以转化成淀粉 淀粉类的这种食物呢 很快就会导致血糖升高 那么血糖升高的危险是非常大的 它是长期的有这个血糖过高 那么会影响到小血管的弹性 会引起小血管的静短 尤其是会引发大脑的这些小血管的梗塞 也可能出现这个糖尿病的肾病 它会影响到肾脏的一些毛细血管 还有呢就是影响到眼底 眼底的这个血管 最后会出现糖尿病引起的失明 还有就是糖尿病呢 这些病人呢 由于它的伤口愈合比较慢 如果脚或者是手上有了一个小的伤口 没有及时治愈的话 它可能形成这种溃疡 大概最后呢会形成坏居 这种就是非常严重的 还有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呢 由于这个排尿 尤其是女性哈 它排尿之后呢 那个糖分特别重 它可以在就是 会应部的皮肤呢 形成一个慢性的这种刺激 就会形成这个皮肤的局部的感染 所以这些病人呢 到了晚期是非常的痛苦 那么这个糖尿病的危害 人人都知道 我们说在社区里面 经常都在进行健康的宣传 很多老百姓都知道 糖尿病的危害 所以某一天你突然发现你是糖尿病的话 问题就来了 我的一个同事的妈妈 她本来是因为这个眼睛 需要做白内酱的手术 那么去到眼科的话 常规的检查就要查血糖 因为她这是 因为一个手术的话 她担心你的愈合不好 她必须要看一看 你会不会有糖尿病的这种潜质 结果一查空腹血糖 7.8 这个已经达到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这一次 空腹血糖就诊断了 结果她妈妈一下子就被击垮了 这是一个非常要强的老年妇女 从小 从小就是在家里她的饶飘重大 因为她的妈妈去世的很早 她就把几个弟弟妹妹扶养长大 后来她参加工作 当工人也是年年都是厂里面的这个模范工人 退休之后呢 就到城里来给她的儿子女儿带孩子 把这几个孙儿啊 外孙儿啊 有个爸爸那么好 非常要求的一个人 她说她的身体很好 每天都要坚持锻炼 但是没想到 这一次历史的检查 就发现了糖尿病 那她一下子就被击垮了 因为她经常都在社区里去听别人 进行健康宣传 那个糖尿病最后会怎么样 这个糖尿病会怎么样 她都经常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事情 没想到这个事情摸到了自己身上 当K晚上回去老他们就睡不着觉了 你觉得哎呀 这下午我得了糖尿病 不得了吗 我将来不能给他们带孩子吗 不能做家务了 哎呀我连我最喜欢的事情 打麻将也不能去做了 太惨了哈 越想心里越能受 那么她就出现了一个抑郁情绪 然后第二天儿女呢就劝她 一定要去看病 找这个内风病医生给你用点药 你这个血盘还是控制得了 结果去了之后呢 那次美科医生这样的她讲的 说你呢是第一次发现 空腹血糖升高 可以先暂时不吃药 怎么处理呢 饮食调整 这下老太太一天呢 饮食调整几个字 又开始紧张了 她本来就是个美食家哈 很喜欢做饭 很喜欢吃这种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 你说要饮食控制 她一想到摆在桌子上这么多好吃的菜 别人都可以拿着筷子吃这家 唯独我 就要算一算 这个糖含量多少 那一个淀粉是多少 我吃饭都没有心情了 所以这个老太太想完了 第二股饮食控制算了 还是不控制算了 这个就是说加重了她的这个抑郁情绪 所以最后这个老太太不听 最后住到了我们医院来 因为回去这位医生说 第一步先是饮食控制嘛 不需要吃药 结果她连续半年 还是我行我素 按照原来的这个吃法 她很喜欢吃这个馒头 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是馒头 然后又非常喜欢吃这个蛋糕 蛋糕就是她的零食 还有苹果啊香蕉啊这些水果 每天都不抵嘴 结果这个老太太猪肚 空腹水糖达到了10.0 她就完全是没办法了 这个时候医生说 你看我叫你饮食控制 半年就会来找我 应该说这个水平是可以恢复的 但是你不控制饮食 还垫本加厉的这样吃 结果好了 你现在空腹水糖达到这个指标 吃药都没办法控制了 只能打一道素 这下这个老太太就惨了 后面还有一个更让她感到担心的事 因为她最近老是觉得睡不好觉 然后老是头昏头映 她儿子就带她去做了个检查 你发现里面有小的梗塞造的出现 这个肯定是糖尿病引起的嘛 就是她原来因为没有体检没发现 是最精彩发现 实际上早就有了这个潜在的后光 结果就变成了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血管的梗塞 脏性的损害又有了 结果这个老太太的抑郁情绪就越来越重 大概最后她已经从内分泌科转到了我们科里来了 现在住在我们病房 然后现在我们告诉她 这个内分泌科医生说的对不对呢 她说对 我就是控制不住 还是想吃 后来我们说那你就只有 采取营养科的办法 替代疗法 就是你想吃馒头啊 那换成桥面的 你要想吃这个水果啊 那换成黄瓜和番茄 就是这样子 每天在限制她的饮食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也给她加上了一些抗披郁药 然后治疗睡眠障碍 目前呢 这个患者的情绪稍微好一点呢 结果在做茶血糖 每天打着胰岛素嘛 血糖基本上控制的比较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患者的抑郁 实际上是先因为有糖尿病的一个刺激 后面她的这个抑郁就是作为 新生疾病的一个加重的因素 在这边不断的加重这个疾病 到后面这个疾病很难控制了 必须靠胰岛素 所以最后这个老太太呢 还并发了严重的抑郁综合症 还做到了精神科来 所以看到这个糖尿病本身听起来不吓人 但是实际上如果跟这个心理因素交杂在一起 的话新生相互影响 这个糖尿病就会非常的严重 当然我们分析了 刚才已经说几个原因 这个老太太发生抑郁的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她知道糖尿病的危害 所以这个知道了这个得病的话 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应激性的事件 这个是第一个社会心理因素 第二个呢 后来因为不控制饮食 发展到这个大脑里面出现了梗塞灶 然后暂时的损害又加重了她的抑郁 还有就是她本身的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病理生理改变 也会加重情绪的抑郁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箭筒 糖尿病可以导致抑郁 它可以是一个共病的发生 没有可能因为这个抑郁的引起糖尿病 所以这个心生呢是有一个相互作用的 最后呢我们用一个我们明明科技组的一个动物模型 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心生疾病的问题 我们明明科技组呢 今天有一个四川省科技厅的项目 就是针对这个糖尿病的发病机制中 印记的一个作用的一个研究 我们选择了这个SD的大鼠 然后每天她会给她三种印记 我们这个大鼠是不会游泳的 每天她会给她一个强迫游泳 把它放在水槽里面 然后大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非常的紧张 就采取这种狗袍的方式 为了保存她的生命 每次两分钟 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冷冻 两分钟 每次时间很短 但是她进去之后会感觉到很紧张 每天呢有三种 第三种呢就是旋转的这种刺激 三种刺激呢交替的进行 然后一个星期下来之后呢 我们把实验组的大鼠跟对照组的大鼠一比较 首先我们看一下她的脾胀 这个我们上节课讲过的哈 经过印记之后免疫器官的改变 脾胀呢会出现一个洪水的增多 脾胀的扩张 冲水非常的明显 然后身上线 正常的身上线呢没有什么改变 那么实验组的身上线呢 我们看到树状带的细胞有脱脂的现象 变成了这个包张暗淡的细胞 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 呃实验发现的这个身上线和这个免疫器官的改变 除此之外呢我们每天都对这个实验组的大鼠呢 进行这个小便的检测 发现最开始呢它的小便跟正常对照组是一样的 到了后面实验的第四天它就开始出现了尿糖一把家 到了最后一个星期之后尿糖是三把家 就说明呢这个实验大鼠呢 经过我们的这个慢性的心理社会应激呢 他也得了这个实验性的糖尿病 就说明应激呢在这个糖尿病的起病的过程中呢 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好实验组我们没有给他这样子的一些刺激呢 他就没有得糖尿病 所以下来呢大家我们可以再看一看我们网站上挂的一些诗题 和我们的这个科件都在这个上面 内容呢就讲到这里 好的下课